说故事的 听故事的 无论是谁 都是角色 欢乐的 悲伤的 不管什么 都值得分享 最后 加丢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新期的 加丢story节目 我是思善 我是倪生以备忠诚 我们请来了一位 外员 给我们继续讲 我们站水的故事 其实是老朋友了 我之前 不是前期节目就在说 就是8亿 7亿8亿之后 整个战垂圈 迎来了一大批新鲜血液 我忙着就说 一个圈子 他要想合理的发展下去 有个词他们叫传火 其实我觉得不太对 正确的说法应该说 就是说 你不管是翻译 搬运 资源还是什么 都是需要大家一起做 老一批这些选手 其实说实话 你比如说 早些时候 我提到的 受人翻译 脖子先生 脖子先生 其实现在都已经很少 出现在圈内了 包括我说 我翻了很多东西 但我觉得火都还没有传下去 这个迷成一位忠诚 忠诚哥 他其实就是 新鲜涌入的 新鲜血液里之一批 没错 就是科普作者之一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 我们网站上 经常会发这些内容 对 在网站上发了很多 大量的文章 没错 然后我们这期开场 用了战地一的 三分内身二名 但实际上 我们这期要讲的是 星界军IG 对 星界军 这个我们就直接开始 对 好 就是在讲星界军之前 咱们首先 先要屁一下谣 就是经常 我会在一些QQ群 看见有人说 帝国边疆怎么怎么着 然后说帝国内部 怎么怎么着 然后我们就经常说 开玩笑 就说 照你这个意思 泰拉就是边疆 对 没错 泰拉确实是边疆 实际上帝国不是 所谓的 我们认为的 就是有一个边界 对 就是帝国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你在学校里边的 那个跳运动场的沙坑 里边取一百粒沙子染色 然后随机扔回去 好 你有了一个帝国了 就没上这样 一百万粒 是这样 它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 之前我在讲 就是兽人那期的时候 当时有一张图 就是兽人势力图 当时看来说 怎么满宇宙都是兽人 对 我说满宇宙也是帝国 它什么意思 因为银河很大 星区很多 帝国是在一个一个星 它是成片成块的 对 它并不是一个说 大家想象中的一大片 然后中间是什么 边境是什么 不是这回事 不是这样的设定 帝国的设定 就像刚才钟声君说的一样 它是在一个大的 大的银河里面 它分为各种各样的片区 每一个片区 有各种各样的世界 它的片区和片区之间 可能是有空白 是有空白的 有些地方还不受帝国管控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一样像沙子撒 所以现在帝国的感觉 就是说 他把银河系画了个圈 说这都是我的地儿 你们全是侵略者 实际上那边都是哭了 对 就说这全是我家 都是侵略者 对 而且巴异的时候还没玩 巴异的时候 好像阿巴顿一个新红之路 对一个大猎戏 好 现在这一个圈 半个圈也都 帝国 不是 都跨不过去了 彻底跨不过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了解 边界其实跟星界军的组建 还有星界军 其实也很有关系 对 对 就是像帝国有这么多世界 你不能全指望星级战士去搞 当然这件事 当初帝皇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就是人类是有极限的 他搞了星级战士 不做人了 但是后来发现这帮不做人了 也有极限 然后他就搞了凡人辅助军 来帮助星级战士管理这些被征服的世界 就发动人民群众 对 但是这个凡人辅助军 在最开始只是就是说看家用 在后来赫鲁斯之乱的末期开始 这些军队也开始跟着他们的星级战士征战 就相当于危机时刻家里都翻出来打 对 而且凡人辅助军 他是挂在战团名下的 不是战团 军团 就等于说他是军团的一部分 所以说赫鲁斯一叛乱 等于说是半个帝国的兵力全都跑 带着凡人也跑 他是这样的 当年赫鲁斯之乱 应该说赫鲁斯乱其实是个就是30K时期 大远征时期 因为你把银河打得越多 你的人手越不够 对 皇帝当年造 我之前在很多期节目说的 星级战士大量量产是出问题的 皇帝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件事 对 你不可能再去疯狂批量制造星级战士 那怎么办 发动人民群众 他的办法就是说在每一个军团下面 挂一批凡人辅助军 最出名的凡人辅助军 我们知道是太阳新区的太阳军 但现在太阳军已经不复存在了 就说挂上这个之后 随着军团的去打 然后凡人辅助军也跟着一起打 但这倒是出了问题 我一旦一个军团叛乱了 凡人辅助军肯定是跟着乱 就相当说当年赫鲁斯我一叛乱 那我整个就一半军力 不管是凡人辅助军 新战士我都乱了 这不合适 其实就是后来IG的诞生 跟后来军务拆分各个势力 让他们不要过分协同有关 对 所以后来就拆出了什么海军 星界军之类的东西 就说这个拆已经拆到什么程度了 星界军大部分星界军 有极少数的那几个团 咱们就先不提 它是没有会飞的东西的 就是说你经常看说 女武神空头大头 那女武神是海军的东西 它不是星界军的东西 对 我记得我在讲帝国武装力量那一期 我是专门讲过的 星界军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行星防御部队 行星防御部队是PDF 阶级防御部队更烂 但是他们就是不能离开 双脚不能离开大地 有点悲伤 所以到了40K的时候 到了40K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拆封了之后 你战团拆封了 星界军的军力更少了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成一个捉襟见肘的状态了 毕竟还有一半都在叛乱了 那我怎么办 我的实际上整个帝国的防卫重任 是全部砸在了星界军身上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 很多人就说是没能说是 为什么说 就是星界军叫帝国的基石 整个帝国的防卫重任是 就是你可以这么解释 完完全全是砸在了星界军身上 那Space World 干什么呢 Space World 干什么呢 Space World 是斩首 对 他是特种部队 他不能胜任防御型任务 对 他是这个规模上 就是说我不可能 我就哪怕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星界战士在40K的故事 我们知道 他是没有办法完全靠星界战士 本身来决定一场大战役的 没有IJ这场战役是打不了的 因为星界战士人数太少了 我举个例子 你一个团有多少人 一千人 对 那你打一次 我就是随便说打一次重群 重群有多少重群 重群的是数亿重群 对 打兽人兽潮 就你知道那个堡垒星之战 讲了十亿兽人 对 就光靠Space World 完全没有办法 去抵抗这种大面积的 其实用那个钢链寻星的说法 就是战场宽度根本不够 所以所有的重担 全部是压在星界军士兵身上的 这个时候就要提出星界军 那个概念叫什么 星界军绝对不是 大家想象中的有垃圾炮灰 这个后我们会仔细去讲 对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帝国非常的大 对 所以星界军 他肯定是要四处征战才行 星界军征战 他就需要泰拉高领主们来下令 有一个命令体系 对 然后高领主下令 是要通过一个叫做军务部的部门 这个军务部 当然我知道 这个被每周一篇搞的 已经风平被害了 整天被人说 里边一堆挖boss 阿发鸡贼什么的 对 当然了 这个军务部 它是一个相当于管着 星界军的一个部门 没了这个部门的话 你星界军 你看着 基本就瘫痪了 军务部它是这样 军务部早年是一个连玩家 就是好多老玩家 其实对军务部都没什么概念 为什么呢 就我现在直接给你一个确定数字 2016年之前军务部这三个词在 几乎没有出现在 16年之前大部分的小说的 就是细节设定里 都说是背景性东西 军务部是在7亿之后 就是到了6亿7亿之后 JW进行了改变了他的思路 商业思路开始宣发的时候 军务部就被推到了前台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JW用来编一些 4GK小段子用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有点用力过门 用力过门之后呢 让大家误以为这个军务部 很邪 但实际上军务部 军务部一点都不邪 它实际上是一个 很重要的组织机构 它的重要性在体验在哪 就是说我在夏宝老师讲 那一期听过的人都知道 帝国太大了 就各种 它的行政有它自己的损耗 军务部是一个 必须存在的东西 只有它才能调配 军事力量 然后其中还有一点 就是有关我们说 每日一篇的军务部里的东西 大家不要太当真 乐子看一看就行了 虽然说它也是背景的一部分 但是就说这 之前说你说 就特战小子渗透帝国 说什么鸡贼渗透帝国 什么阿发渗透帝国 有吗 有啊 但还是那句话 你特殊情况不能当普遍性 是的 对 所以说 不要太把军务部 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邪心 没错 就是这个军务部呢 它要负责各种各样的战事 但是因为这个帝国很大 然后亚空间交流 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 就搞得这个 它很 就是效率很低 而且还有什么官僚主义 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这个军务部 实际办事效率是很低的 那么呢 它其实是在各个就是新区 它呢 是专门设立有分部的 就是这些分部呢 是有自己的一定的权利的 自治权利 对 就像古代嘛 说你那个武将 哪怕说看见虎服 你也可以说拒绝命令吧 就是这个意思 回旋的余地 对 今天有所不为吧 就是类似这个都护府 这个军务部呢 它首先接到命令 然后把这个命令呢 发到一个新域的最高指挥官 这是军务的地区分部 比这个新域主义官再高 对 这个新域呢 在帝国嘛 五个大新域 就是中间的是太阳新域 然后外边一圈 太平新域 朦胧新域 远东新域 然后暴风雨新域 这五大新域 对 然后每个新域里呢 又有这个好多好多的新区 对 这个新区这个东西嘛 你就当村看就行了 好好 因为这个年表里嘛 维本说的年表都有一堆新区啊 为什么绿皮烧啊 被豆芽抢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认知的基础结构 对 就是这个新域的最高指挥官 会把命令发到新区 对 然后新区的指挥官呢 接到命令之后 就要赶紧去找这个 可以打的军团了 对 这才执行起来 对对 然后什么叫军团啊 咱们一会再说 就是他要把命令发到军团 然后军团接到命令之后呢 也不能说立刻去打 因为军团跟团是不一样的 军团最高指挥官 还要看自己手下哪些团可以去打 对 然后去找这个团 哦 所以这一个过程啊 可以非常非常非常漫长 而且这还不没完 比如说我这场发带的新界军 新界最高指挥官 有些时候他还不是AG的人 可能会出现特殊情况 比如说我这个命令下达到这边之后 这个新区有一个space marine的部队驻扎在这儿 这个时候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说弹钉在这儿 那弹钉我就成了最高指挥官 那以为是我一个最高指挥官 我在这里 我的这个信息 我还不只要发给新界军 我可能还要发给什么人 我可能还要求援 求援我可能还要把相关的权利 发给国教 要调配战斗兄女 我可能要发配给刺客亭 然后调配刺客 我可能还要向新纪战士求援 我要向新战士说 跟新纪战士求援这事还有点复杂 有时候这个信息好在倒回去 在发到新域的指挥部 有指挥部在请示重发 就这个过程之繁琐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军务部要做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几代人的感觉 当然也有一些特例 比如说你那块正好有个黑政堂的部队 你就可以高兴了 因为黑政堂的大元帅 就是团长相当于是 大元帅是可以直接不听高领主的话 自己发动远征的 对 就是他的特权 对你要是跟他混得够熟的话 你直接给他发信息 然后他就过来了 前两期节目 可能有听众还记得 我们就提了一句黑暗圣堂超声 对 就是狂热 狂热团 可以这么 这个团不合适吧 他是这样 其实这个东西 这里不知道讲合适 我可以提一下 当年Gameshawk Shop 其实把黑盛团 是作为自己的主推 主推的一个势力 他当时很想做出一种 当年十字军东征的感觉 但是这个事情 后来我们知道 因为各种文化元素受割掉了 十字军东征 这个事是一个 在现代是一个很敏感的事 我相信 我不用解释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说这个事情 这个势力当年 其实给他们很多亲儿子待遇 但是现在他慢慢被冷落 现在的这一辈 这不是什么 这一辈 就这段时间入坑的玩家 可能不能理解 为什么黑盛团的背景中 总是拥有如此多特权 也就是他们有这么特殊 这就是原因 明白 但是他确实跟IG的调动 可以发生一些联系 当然 有的时候 他也会说 搞一个更高级的指挥官 然后来统领各个军团 就是搞远征 就是战帅 相当于是 特殊时期的领头 叫战帅 当然战帅 Warmaster这个玩意儿 他不吉利 对吧 你想上一个叫战帅的 谁啊 赫鲁斯 赫鲁斯谁啊 反派头头 这不合适 这确实不合适 对啊 所以说这个他就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称呼来取代啊 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吧 太阳领主 对 会换名字 对 就是他实际还是战帅啊 他只是换一个叫法 好和吉利 对 然后说到战帅 远征军这个事 就是很多东西他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战帅这个事情了 但是实际上类似的远征军的最高指挥官 是发生了很多次的 在大量的IJ的背景故事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稀缺的东西 他而且随着远征军的发展的远征军不同 他的名字还不完全一样 有叫太阳领主的 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叫十字军领主 在那个跑团书里也有提过 有提到 所以说整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新界军他的征调机制和 Space Marie那种高度自制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一个必须要按程序去走的 为什么按程序去走的 这个叫我们就要涉及到一个 就是IJ的征调和IJ的构建来组成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大家理解说 IJ是某一个某一个什么团 这个东西其实跟大家想的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想的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一个IJ我们说 比如说卡迪安 卡迪安就只在卡迪安打仗吗 不是那回事 这个东西是大家一个误区 为什么误区的 马上就知道了 对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是说了他们怎么调度 那调度这些人是哪来的 在说这个之前 咱们想要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团和军团 不一样 对不一样 就是军团指的是来自同一颗星球的所有军队 就比如说所有的卡迪亚人都是叫卡迪亚军团 对 然后所有的沃斯托亚人都叫沃斯托亚军团 沃斯托亚长子军军团 对他都是这么叫的 对阿米吉顿钢铁钢铁战士军团 就是从世界出发的 就是他让这个世界上所产生的IJ军团 一般一个世界能够产生一个著名的IJ军团 说明这个世界有足够的兵源 物资丰富军力丰富 它是有理由的 你比如说卡塔昌丛林战士军团 是因为卡塔昌他确实产丛林战士产猛男 所以是有原因的 我们当说到军团的时候是以世界为的 军团指的是一个世界的所有兵 然后团就是咱们大家熟悉的那一撮一撮的 对比如什么卡迪亚369团 卡迪亚258团 具体的战斗编制 对对 所以反正我们说的就玩家说的那个IJ团 实际上指的是军团 对就是有先名特点的 对他说的那什么时候团 团实际上是军团下属机构 我们一个军团下面有很多个团 明白了 然后团就有人有疑问了 说团是不是咱们现实中的团 其实它并不是的 团相当于是星界军的一个单位 星界军层面的单位 相当于比如说咱们说的一坨什么 或者一堆什么 一个基本单位 对 基本单位战术 比如说你在你的星球 你可能说你是多少多少旅 或者多少多少师 对 但是你争到星界军之后 你就都变成团 一个团 不管 就是跟他跟这个大小没关系 对 只是一个调度的和基本单位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你是可以看见说 像咱们现实生活中的团 就是千人编制 对 有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就是特别特别多 十几万人 一个团 IJ就一个团 就非常非常大 对 IJ团可能还不止十几万人 他有时候如果发生那种 像阿米吉顿战争这种情况 把多个卡迪安军团征调 或者多个铁军征调 拼接成一个军团 这个团的人数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他其实是为了维系 他的指挥机构 指挥结构 所以说不管多大 反正这就是一个团的命令 对 你就执行 对 但其实把很多团集合在一起 他就有别的名称了 咱们后边讲部署的时候 就是讲具体行动的时候 咱们再说这个 我们现在说的还是挺规章制度 很主要 现在咱们说的还就是比较 还是比较宏观 还没有具体到 你战役该怎么打 比较理念的 然后这些团都得有人 对吧 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征召方式 当然在这一定要明确 星界军 不是就是说给你那种 往前送 然后就死了的炮灰 他们是各个星球的强者 对 虽然是凡人 但是是凡人中的强者 他是精锐 就这个是这样 我还是说那句话 大部分Space Marine的小说 你和Space Marine比你再强壮的凡人 他也是凡人 对 当然也有些特别神奇的凡人 比如说马博这种 我们后面再说 但真的就再强壮凡人 你在星际战士的半神面前 你还是一个凡人 为什么是半神 我还要再强调一句 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看 星际战士那身盔甲 你是没这概念 就一个星际战士一拳打出去 打在一个AJ脸上 这一拳可能AJ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拳打出去 他脑袋就飞出去了 对 因为他的运动神经和反射速度比 正常人要快 对 这才是就是他的身体机能 是区分星际战士人类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概念上区别者最大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么你在看星际战士为主角的小说里面 AJ被人打死这多正常的事 那我们说在AJ的小说里面 还有被AJ打死的星际战士呢 你不能这么看 对 仅仅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故事里面 以宏观和星际战士的角度的故事偏多 让你觉得以为你以为AJ是炮兵 是炮灰 以及电子游戏给了我们一些错觉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什么样的 就正常情况下 一个兽人和一个AJ打 一个兽人和AJ打 正常情况应该说 在战术和武器装备都到位的时候是55开的 甚至有时候AJ都还要占优势 因为兽人是说实话很普通的兽人很傻的 但很普通再普通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再普通的星际战士 他都应当是经过高度训练 训练度很高的 但有例外 是有例外的 有可能会在一些战争中 有临时征调成为星际战士这种情况 但他就记得好那是例外 对 一个大部分这样一个普通的星际战士 都应该是一个有高训练度的组织度的士兵 而兽人可不一样 兽人就是 就是说在正常下 在战术武器都到位的情况下 一个星际战士兵和一个兽人打 应当时55开 顺利星际战是占优势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他真的不是炮灰 没错 他真的不是炮灰 然后这一点 其实星际战士兵是炮灰 这个事还是我说的 电子游戏给我们太多误导 让大家玩战争黎明一的时候 老觉得 一群大头被几个兽人上 移动 坎瓜切散 没有了 动员兵可能是这样 但星际战其实是正规军 对 他们是正规军 有时候桌面战旗规则 也会给我们一些误导 是这样 对 你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样 你就想象 说地球 咱们全地球所有的国家 然后每个国家 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派出来 大家组一支军队 那支军队 然后得是什么样 就是彩虹六号成军 是吧 对 那是真挺牛逼的 是挺牛逼的 相当牛逼 然后另一个点子 就是我经常 这个点可能会给 一些听众可能听有点懵 但这个点是给很多 已经接受战车的玩家讲的 就说这段时间不是 Ginth Dog Shop发售了 那个朝都 那个游戏 里面不是有各种 特别酷炫的家族吗 大家可以听E3节目 我在现场玩到 对 可能酷炫家族 其中有一个这两天 不是发售叫做 范绍尔家族 这个范绍尔家族 回头贴图 那个装备酷炫之 让人觉得不是40K 很多就说 那AJ果然是炮灰 真正的精锐都在民间 也不能这么说 这个绝对是错 就是说 全帝国有 用一可能都没法估计 各级量单位 一级单位都没法去算的 AJ数量 全帝国就一个范绍尔家族 是的 就是少量的帝国的 还是那样 特殊粒子 不能拿来代替 没错 而且范绍尔家族这种 是他装备好 装备酷炫 他真的上了战场 他能比IG打 能打到哪里去 那不一定 他没中武器 他没有坦克 他甚至最关键 范绍尔家族 一辈子都在黑王火拼 他见过兽人 见过重族 见过混沌吗 没有 只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觉得IG 看见范绍尔 就觉得他比IG厉害 因为卡迪亚的形象 在大家脑子里固化的太深了 我记得IG 一定要给一种 二战一战式的那种劲 但实际上 他战斗力是非常强 大家一想IG 应该就是那种 游戏玩的比较多 还有卡迪亚的模型 确实买着比较方便 所以大家一想 都是戴着大头盔 拿着看着很破的激光枪 穿个胸甲的 但是咱们刚才说 范绍尔很酷炫 真打起仗来 范绍尔是什么 是高效动员兵 就是他蒸上来 他是动员兵 他不是正规军 这还是要明显区分 虽然他可能战斗力很强 但是真的到了大战场上 你这种黑帮都 你的量不够 你这个真的不行 你可能确实很厉害 跟体量有关 你可能真的很厉害 你每一个人的战斗素质 可能都比IG 普通士兵高的秘捷 但是在整体的 大的军队上 你的数量级 完全没有办法 当我们聊起IG的时候 我们和聊SM是不一样的 星期战时 我们总会关注局部战场 它的斩首能力 但IG的阵线会非常大 达到你很难想象的那种程度 对 一个真正的IG 我们说IG怎么样 回头我一定要把这张图 找了放到时间 就是上次忘了放了 就是有一张图是真实的IG 就是一群穿着卡迪安大头衣服 他们都是IG的普通大头 就是一群差不多感觉像是那种 实话性格 就是即时强生 那种 也不知道那么壮吧 就那种风格的猛男 穿着盔甲 脸上刀疤面部 半坑倒是 然后表情尖细的背站在那里 这个才是真正 说实话IG的一个真实形象 对 这个极致的士兵 就是呢 当然啊 这个就是 这些比较酷炫的这个帮派啊 也有一个用途 就是他们可以去 他们可以当这个行星防卫部队来使用 就是情急都可以增上来 对 是这样 但是我们讲星界军的时候 跟那个PTA不一样 对 但是PDF呢 咱们也得提一嘴 对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星界军的一层一层的管理 就是一层一层命令 每一层呢 里边又极度的这个缓慢 对 所以呢就导致说 比如说你今天发的一个这个求救信号 对 比如下个月才到那个最高指挥官手里 然后再一个月再折回来 然后最高指挥官呢 那儿一落这样的东西 在他那儿排队排了一年 然后排完一年呢 他终于看到了 然后开始钓兵 征兵又征了两年 然后开始往你那边赶 然后呢 路上呢 压空间又给你弄点事 让你晚到了 比如说晚到一百年 我的妈 就是这种事 对 所以这个每个星球啊 都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个部队来防御 就是可以撑到援军赶过来 这个就是行星防卫军 对 这些人呢 就是行星防卫军 这些人就是在星球上蹲着的 我基本明白了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 军团有很鲜明的星球风格 但是实际上 他们是不断移动的 对 他们不会绑死在星球 是这样的 一个军 一个星球的军队 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来自这个星球 他们是时刻在调动的 IG是不存在 说是我 完完全全是拔手死 就是他们除了卡迪安 卡迪安比较特殊 IG他们也有自己本星球的驻军 但大部分时候 IG的军团在不停调度的 你要随时要在 就是这个 银河的各地上打 这是一点 第二点 IG的军团数量 远不止我们知道的那几个 他有多少 他成千上百个 不同星球的军团 他们在互相调度 只是很多军团 长得都像卡迪安 那个装备 是因为他是最制式的 那个头盔最好造 那个防弹衣制最好造 是最容易造的 这才是战争要做的事情 对 制式 很多人就学他 他自己本星球 没有什么文化 像那种穿的 看着比较奇怪的 因为他本星球文化比较特殊 对 他才会比较奇怪 你必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克里格死亡军团的人 都穿那样 是因为克里格死亡军团 他的士兵有八成 都是克隆人 都是也不要克隆人 就是是有一种 特殊方式制造出来的 对 他们就是死亡军团 所以他们的人就穿那样 然后他们装备也就是那样 卡那个卡塔昌 就是猛男多 他们就是本地环境恶劣 人都是那样 所以才就是他是 有星球 非常明显鲜明文化的才会有变化 但不代表他们是星球的驻军 星球驻军可能是他们 但是也不会全 不会全都是 他们也不会被绑死 不会被绑死在这里 他们会在整个银河到处调度 你比如说阿米吉顿战场 除了本地的铁战士铁军 就是钢铁军团 就钢铁军团 大家应该都见过那模型 是二战德军 风暴突击队的造型 然后除了本地的钢铁军团以外 他还争调了卡迪安的人 同时他还有卡塔昌的人 同时他还从其他一些 然后这段时间不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 就跟你说 少普在跑团书和其他一些设定里面 不是设定了一些新的军团 比如有一个叫什么长刀手的军团 专门打兽人的 还有阿米吉顿兽人猎手 而且一个星期上可能不只有一个军团 像阿米吉顿他就有兽人猎手 当这个军团规模就会小一些 还有什么隧道鼠 这种各种各样神奇的军团 都会调集过来 组成一个阵线去打别人 但实际上他跟行星防卫军 要严格区分 对行星防卫军才是真正 驻守本地的军团 而且PDF也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弱 PDF也会随着 我这些我就讲过了 会随着星球的科技等级上升 没错 一个本地星球 假如你这附近有个铸造世界 搞不好你本地星球PDF多 护照军的战斗力差不多 然后当然了PDF里边 比较厉害的团 就是比较厉害的一些部队 总督会通过交税 就把他们就变成星界军交了 但是其实交税并没有说 一定要让你行星 行星的管这事的人 他可能说叫什么军政总督 或者叫什么行星将军 或者叫什么星球总督 什么都有可能 没说一定要让他交最好的兵 但是他们为了保住脑袋 都会选择把最好的东西交出去 对 是属于征税的一部分 谁也不希望说自己随便交了点冰 然后第二天脑袋没了 对 有了 就是说很多人对IG的了解 可能是因为说实实话 Space本人是主角 对 IG的是配角 IG这种昔之末节的东西 很多人只能在小说里看到 小说又没有什么中文化 对 所以说现在给大家讲 大家可能才感受到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没错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星球比较特殊 就像卡塔昌 卡塔昌他星球特产就是人 因为他这个地方也产不了什么别的东西 对 很险的一个星球 对 他等于说从你出生开始 你就已经是要为星界军服役了 对 他是把自己的人送出去打仗 然后来换补给 来拯救自己 就是完全的资源 对 然后卡迪安其实也是 卡迪安他是注视他作为星球特殊性 整个卡迪安上所有的人出生下来 他就应当是士兵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帝国镇守恐惧之眼 对 因为卡迪安就在从一种前 对 当然现在卡迪安 卡迪安发生什么是吧 卡迪安在我们心中了 卡迪安院在心中 卡迪安院在心中了 卡迪安斯坦 卡迪安已经毁了 就是他的星球被摧毁 就是已经失去了 就是作为一个世界的存在的意义 就是因为一个世界的概念往上说了 他被这次被混沌打得太厉害 尤其混沌入侵对他很影响 但是没完 卡迪安虽然现在被打成这样 卡迪安的军队还没倒 卡迪安被撤退的军队 和其他的征调起来的 卡迪安在其他将战域 卡迪安又回来 又在卡迪安周围 还没有被吞并的星区 重新招人建立新的卡迪安军队 把卡迪安吹出车又围了 时刻准备反攻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反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恐惧之眼 恐惧之眼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是这个大猎息展开之后 任何地方都能出混沌 但卡迪安的意义就是 他首先是IG的认知的模特 对 他是IG的精神基石 另外也是他是帝国 面对凡人 以凡人之虚面对混沌的代表 对 是的 其实当星界军 大家可能有人想 星界军打这个牛鬼蛇神 老子这个不当了 逃兵役 当然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星界军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他们挤破了脑袋也要去当 有一些人 他们比如说他生活在一个工业世界 他要是不去当兵 他就真的是在这个粪坑里工作一辈子 累子累活 我们认为的很多那种兵匹兵游子 可能PDF里还多一点 而且是这样 帝国人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除了少数农业世界和一些 非常真的很好的地方 比如说吉里曼的地盘 我每次都把吉里曼拉出说 因为他的500世界是很特殊的 没有帝国人的日子能过得比这还好了 这就是应该是帝国的 帝国的尖上 没有人可以过得更好了 在偏远地方人的生活非常痛苦 尤其是朝都 朝都的人的生活有多痛苦呢 黑帮乱斗 里面各种邪教帮派鸡嘴横行 因为朝都本质上就是指贴物人口 在这里生活的人很痛苦 吃的东西都是死人化成蛋白质块 尸体淀粉 尸体淀粉 你当了兵之后 你的待遇实际上会上升一部分 而且你有概率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朝都的人口 说句实话 大部分时候你是皇帝的累赘 你时刻都有被混沌腐化的风险 你的存在就是作为皇帝资源一部分 你每天只能庸庸 碌碌不为过一辈子 这是大部分帝国朝都民众的一个生活状态 你成为新鲜军 你将拿起枪 哪怕只是一枪 你也要为帝皇打出去那一发 明白 所以说很多人对于成为一个星界军这件事 他觉得是很 所以星界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种所谓的世纪问题 对 他想他其实更像是 就是比如说美军的普通陆军 有很多有上进心的青年想去当Ranger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 Ranger是你把Ranger想象成那种大量的宏观的大量的军队 他的征兵也是这种征兵制度 然后除了像卡迪安这种特殊情况 在其他朝都征兵 不管是真PDF还是真星界军 都是这种模式 而且这些人 他们不是说 咱们搞演习 然后看谁比较厉害 然后去当兵 他们有时候甚至就为了名额直接爆发内战 就是直接星球上的人开始自己互相打 然后赢了的那一方 直接去当兵 然后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测试资格 我们知道 帝国有自己所谓的忠诚测试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成为星界军就要代表你要接受训练 这个训练往往是很残酷的 就是很辛苦的 真正就是说这一套训练制度全部下来之后 你本身就是一个很能打的士兵了 没错 而且我们这里说一个实话 就是说桌面规则还是那句话 给我们很多误导 很多人都觉得BS4 对吧 4加2命中 这个东西好弱 一半概率打不中 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 在真正桌面的规则 它只是一个大范围 难玩的 4加命中是什么意思呢 4加命中代表说你是一个经过训练 就是说你是一个训练的士兵 如果你看过叛军的规则 你知道那些真招兵 都是只有投了针道骨 才算打中人 甚至有投了针道骨才能打中人 听个想 就完全没有经过训练 他这样的一个概念 明白 确实很壮丽一些 对 然后这些士兵 争上来 他们就上船了 开始走了 去打仗了 当然他们并不会说像 其他咱们一般看的科幻游戏 一上船 然后冻上了 到地儿再放出来 不是 他们是要继续接受训练 因为他们还不够 还不算一个合格的星界军 他们要继续接受更多的训练 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星界军 真正的猛灾 所以说等于说是一群星球的精英 然后经过了更加精英的训练 变成了一堆超级精英 然后在牛鬼蛇神的战场上 被大家当成了炮灰 你想象一下 一个兽人站在你面前 他的T比你高一是什么意思 就是专变规则 就是说一个兽人 他先天体格和力量比你大了不止一番 他可以轻松把你的胳膊扭上360度再拽下来 你穿着再重的盔甲 你星界军那身盔甲在兽人面前 也就一斧头披升两三截 你在面对这种人情况下 你不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猛男 你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没错 是这样 其实我们看到星界军量非常非常大的 他的本质其实是有更大的人口基数 对 筛选出的大人口基数中的精英 是 然后这些精英组成了一个我们认知之后很大人口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就是战锤很多新玩家对于战锤的故事 有一个很奇妙的认知误区链 因为兽人很弱 所以星界军也很弱 因为星界军很弱 所以套也很弱 就因为 不是 套可以虐待星界军 那么就代表套也很弱 就说这个东西已经就成了一个 一个理解误区线了 但其实它是一个文明在挣扎的那种极致的表现 而且星界军在往往故事里面 他表现出来并不是说是一个炮灰 他是一个以肉身肉体繁殖 对抗各种妖魔鬼怪 充满了人之精神的 我最喜欢那本说 就是那个星界军小说 就是卡迪安 那叫卡迪安什么那本书 我一下名字想不起来 就里面讲的几个主角 卡迪安几个士兵 这边就体现出来卡迪安人 真正这种战士 做的一种独立的战斗力的事 没错 是 士气都崩了 人都士气崩了一天 但崩完之后呢 郑伟也没枪毙他们 郑伟说了一番话 说你们跑吧 无所谓走吧 反正人终究有一天死 你是打算跪在帝皇面前 当个懦夫一样的 当你建了帝皇以后 你是打算像懦夫一样 被他鄙视 还是正大光明 挺着凶告诉帝皇 你战斗过了 然后这几个士兵想想想 掏起枪就开始向上冲 确实是有一种很人性的 它是一个非常 既非人性又非常人性的 对 但是咱们刚才说了半天 这个星界军厉害 但是你要想想帝国 打的都是什么样的敌人 各种不做人 不是人的敌人 所以人类是有极限的 帝国还是要依靠消耗战 来赢取胜利 消耗战 欠耗战 然后星界军他们调度 像那种你往水池里边 扔个石头那种感觉 只不过波浪不是往外扩 是往里扩 等于说是你把战场周围的兵 都往战场上调 然后再把更远的兵 然后拉过来填 就是说等于前面的人死完了 然后后边的人继续往前填 然后后边人填完了 更后边的人继续再往前填 最后就这么着利用消耗战 强行把对面给消耗死 对 而且最关键是 还是不能小看星界军 星界军他的主要战斗力 虽然大头酸看起来很 但实际上星界军最主要 他靠着他们的火炮和装甲力量 火炮装甲力量是星界军的核心 而且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小看的东西 很多人都觉得说 黎曼鲁斯坦克就是土 土个屁 土土 你见过的人 哪里土 就是黑科技 说什么事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星界军他们所拥有的这些武器的 实际战斗力是非常高的 就是包括不管是黎曼鲁斯 还是石化锡 石化锡这种炮 他们都是用相当高科技的设备 高科技技术力在里面 他也是 往往实际上这些东西 都是帝国战争的一个必备品 包括到再到大点 帝王独任 这种巨型坦克 这些东西都属于怎么说 帝国要靠这些东西才能打仗 而这些东西运作的前提 就是二位星界军 你光靠坦克打不了仗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所以说他得有步兵去协助坦克 因为我们知道战锤的故事 实际上本质是一个二战和一战故事 为什么是二战和一战故事 因为我之前解释了很多遍 这不是最述 所以你要理解这个故事逻辑之后 你就明白星界军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 是一个很强烈的存在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炮是战争之神 然后刚才咱们说训练 其实少说了一点 我的锅 我刚才又是卡迪亚脑子了 帝国世界是很多种的 这个概念一定要在咱们的脑子里边 所以有的时候 你的星界军蒸上来 你并不是说一个多么先进的世界 没准是一个封建世界 就是一帮人只学过怎么用火枪 所以他们就要接受训练 等于说有个人告诉你说这是扳机 然后这个玩意儿要插电池 不是捅前面 拿这个往那边 对 就等于说告诉他们这些武器要怎么用 这个也是需要从头 很有可能需要从头 对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因为帝国的世界很多 每一个世界出来的战团 军团 他的擅长项目还不一样 有些擅长隧道战 有些擅长打兽人 有些擅长打虫子 他所擅长的项目都还并不完全 有自己的基因 对 你比如说最著名的 就是铁军 阿米吉顿铁军 他擅长什么 擅长载具机动战斗 大量的奇美拉 然后拉着上面很多拿着特殊武器 闪电战那种 对 然后卡迪安就是很钢店普世 那个一二战 卡塔昌丛林战士 他们擅长什么 擅长远距离炮火 空击完之后的 进战人 渗透进去 进战打人 他们的士兵都很强壮 进战完全就会肉搏打 就是兽人肉搏都不落下风 甚至一些 军团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战争风格 你比如说像 像长子军 像这个 就是这些都是 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氛围在里面 莫迪安 莫迪安也是这样 很独特的 自己的文化氛围在里面 他们干什么事情 都非常的一板一眼 很正规 还有阿米吉顿兽人猎手 都打到了什么程度 兽人猎手 兽人猎手军团甚至说 有一个政委去查看 兽人猎手的装备情况 发现兽人猎手军团的 埃至士兵 已经完全处于一种 很奇妙的 这种懒散状态 他们当然所有人 政委很生气 政委朝天开了一下 然后阿米吉顿兽人猎手 全部就跟兽人一样 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就是文化已经彻底 渗入了每一个军团之间 没错 甚至阿米吉顿兽人猎手 我在讲 兽人那些讲过了 使用兽人武器 打之前要战吼 也罢 太牛逼了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内 不同的兽人 有他不同的训练方式 有不同的战场战灯项目 一般在战场调度的时候 有时候一些战地指挥官 也会考虑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魅力 有的军团有那种鲜明的 很像现实部队的某些元素 融合在这里 就像刚才说的 兽人猎手军团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就是他来的这些星球也都不一样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帝国的世界是非常多的 他们打仗的地方 可能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的地方 所以说他们一般说 到了一个战场之后 不是立刻就冲上去送死 学习一下 先要进行几周的本土化的训练 比如说你是一个朝都战士 你知道怎么在水泥馆子里边 埋炸弹阴人 然后你突然来到一沙漠星球 全是瓶的 懵逼了 你看天上我靠我居然有云 从来没见过这什么玩意儿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他们都要经过培训 然后这帮人 补给也很成问题 这个补给是谁来搞的呢 军务部 又是这个倒霉大哥 他们要负责 给这么庞大的军队 提供各种各样的补给 也是那个流程 磨磨叽叽流程 对就是各种磨叽流程来回走 对 真不容易了 然后当然你去打仗的话 肯定不会说是这么一驮人 直接就往上涌 对吧 一驮人往涌就叫绿皮 那不叫星界军 对 所以说星界军 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编制 当然今天咱们讲的一种 是军务部给的最标准的编制 模板编制 对 当然不同的团肯定不一样 实际上在战场上肯定得见机形式 不可能死吧 其实我们之前在星期战士里已经领教过了 但是还是像星期战士里我们说的那样 我们先讲一个最基础的 才方便你理解别的样子 咱们一般你看见的军团的那些团 比如说大头坦克什么的 他有自己的一个编制 然后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些辅助的军队 比如说有专门负责后勤的部队 正如说通信 就是各种后勤 等于说你弹药没了 你不能说派一战斗部队去拿弹药 我总觉得他们的激光枪可以甩插牌下来 然后刷电 每次想到后勤 我总想这个 特别奇怪 然后他们还会有专门操作重型火炮的部队 炮兵 他们的炮兵相当于是一个单的东西 其实这个很刚里雄心 就是挂接在这个正式的单位上 属于附属旅 那种设计 然后他们还会有这个政委监督 同时还会有些这个暴风兵跟他们一起作战 当然暴风兵不是属于他们的那个军团 咱们今天说的是这个中四学院的暴风兵 就不是那个以前上那个玩DOWE 本团暴风兵 对以前那个卡射金啊什么的 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些 就是说你本身就有这个风暴突击队 卡射金是这样 卡射金是卡迪安自己 因为他们的士兵不是很信任这些高官子弟 也不能叫高官子弟吧 就不信任这些穿的金光闪闪的 我只信任我们卡迪安本地老兵中的老兵的老兵 我才就是信任他们 然后他们组成自己的卡射金 但是实际上 大部分情况下暴风兵是中四学院的 然后除了这些就是长得又人样的 还有亚人辅助军 长得不像人的 对比如说欧格林 是 那帝国怎么判断这个 他可以被接纳为人类 而不是作为义者 就是亚人的话是有一个定义的 就是说他的这些性状是可以稳定遗传的 对 就比如说你爸是只猫 你也是猫 那你是亚人 对是有猫人的 你爸要是个驴 然后你是个猫 那你就是异端人 对 对不起 你是变种 你mutant 首先帝国有羊头人 就是兽化人 这个在 那个就是 那块曼达呢 专门有个兽化人士兵 半脚人士兵 半脚人士兵 然后猫人也是有的 只要你能维持一部分人的性状 莱特林人就是鼠人 就我们说那个狙击手 狙击手就非常擅长 当侦察兵的狙击手 莱特林人 猿人就是 很壮的那个 我们在DOW一季里面都见过猿人 矮人叫做半人 半人 叫Squat 半身人 就是矮人不是半身人 就是他的身高 就是人的一半 像蹲下了一样叫Squat 就是太空矮人 他就是太空矮人 他还在 太空矮人在设定里还在 他也是帝国的一个辅助军之一 就是人类 帝国会认定这些你们依然是亚人 I'm human 亚人也是人 对 你不让保留我们为人类奋斗的权利和义 虽然说他们可能在帝国受到一些歧视 但他们确实在法定上是人的 不会被当做 当做亚人间的生物给干掉 但是像野兽人这种东西 他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野兽人是非常受歧视的 甚至法务部都不想把他们当人这种 还是有那种矛盾 然后会影响一些事情 因为野兽人非常的混沌 确实是这样 因为你不能确定野兽人是不是受混沌变异 就是说是不是你是个动物 然后吸了什么星之沙变成福岸子之类的 别 就差不多那个意思 然后像补给还有炮兵 你一眼就能看上来他是啥 所以咱们就来细细的说一下 军团 军团里面这些人的编制 首先团肯定是要有一个团指挥部的 军团指挥部 对 就是团指挥部 肯定是要有一个团指挥部 一般团长是个上校之类的 当然这个名字也会不一样 就像有叫校有叫左 要啥做啥 吃这个东西就行 然后上校他会跟着一批 有一批指挥组跟着他 指挥组就是一帮很精锐的人 包括卫戍部队 对 就是受过训练的荣誉护卫 比如说里边有什么 专门负责通讯的 专门负责打琴的什么的 棋手药剂师什么都会配着 医疗兵不叫药剂师 医疗兵 药剂师随层瑞 然后在团的下巴 是分成了很多很多的联 就是这些联 联长就是上位 然后联长也是跟指挥组 联指挥组 然后一般上他们这种指挥组 都会配齐美拉那种车做指挥车 明白 好二战 然后他们再往下 连下边就是各个牌 然后这些牌 是排长带指挥组 还是那套 排指挥组 明白 然后像是旗帜 他们旗帜是排棋 跟团棋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像你要是买指挥组 能看见里边有两个棋子 就是有一个上面画猩猩的 那个是排棋 然后有一个画着那个大叉子图案的 那个是团棋 就是他们在行军的时候 要通过那个标识 他们都隶属 对 然后一般像这个牌的话 就是很多很多牌组成一个连 然后一个牌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就是步兵班 然后来构成班 然后步兵班 一般是有一个低级军官 比如士官什么的来带领 然后除了步兵班之外 它也会附属一些别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特殊武器组 重武器组 还有动员兵 像步兵班 咱就不用细数 你听就知道 肯定是最普通的卫军士兵 像重武器组的话 一般是三个重武器组 凑一个重武器小队 然后这些重武器小队 再凑一个重武器连 重武器直接形成一个连 对 直接形成连 但是打仗的话 分配到各个班 打仗的话 它等于是要 都拆开了 重新揉 就是非常非常乱 就是管理的时候 各自独立的管理 然后拿起来还得换 因为重武器 在我之前说了很多遍 战锤故事里面 武器比人要金贵 明白 所以说围绕着武器管理 对 打起来之后 再把重火力小队 因为重武器组 他用什么武器 我之前说过 重爆弹 激光炮 导弹 这些东西 实际上 尤其是重爆弹 激光炮 这个玩意儿 你要战场打烂了 再造再补给 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激光炮和重武器 虽然说它并不是什么 特别高精尖 一定要铸造世界才能造 但是工业世界 距离你这边 就说我如果一个 派激光炮 打没了 那么接下来 想补给激光炮 可能就是几年以后的事 所以说到时候 用的时候 再放到步兵班里 好点 然后像特殊武器组 一般是六个人 然后凑一个小队 这个小队的话 是三个人拿特武 然后三个人 拿普通激光枪 作为副卫部队 对 副卫 就像你玩游戏的话 你要是全都上那种 你不混兵的话 你就非常尴尬 对吧 确实 比如说大炮打蚊子之类的 对 确实 特武是 在IG里面 它使用的武器 其实和Space弦 非常类似 也就是热熔 离子 就是号小 小于号的 出力小于号的 明白 而且像IG 你可以看它特武的模型 都是拎着离子 拎着热熔 那么大 对 就是像星际战 拿中包弹那个姿势 但是星际战 是端着打 还拎着打 没办法 有这个差别 然后除此之外 他们有时候还会带动员兵 像动员兵 就是直接说 就是不合格的大头 因为种种原因 被争了 比如说你这打仗 急需要人 就争掉 或者说因为一些原因 你今年要多交兵 然后就把这些不合格 或者年龄不到的人 就争了 成个数 这些人是真的成熟 真正以上的炮灰 但是这些人也有特殊的 动员兵一般是头盔上涂一条白 你想到谁了 卡迪亚的白盾 特殊的动员兵 白盾就是动员兵 但是他在设定上 战斗力是跟普通星球出来的正规军差不多的 就是说你要面对一帮步兵班级别的动员兵 就是因为卡迪亚的全民皆兵传统 导致他出现了白盾 也是非常然 接着听 然后像坦克 装甲又是另外一种编制 一般是三车凑一个中队 像大家玩 你要玩桌面的话 你肯定特别熟 就是你三辆车可以C一个单位 然后一般是三个中队 然后带一个弹纸凑一个连 坦克指挥官 坦克指挥官 像独任这种东西 一亮就可以成连 对 但是独任这个东西是非常稀少的 我还不太说 就是独任一个AJ军团 要是分到一个独任 可能整个AJ军团的所有人士兵的士气 都要上升两到三个档次 所以听起来有点像在微观战场上连 不是AJ军团 AJ团 感觉在微观战场上的一个指挥基础单位 有点是以连 但是这个他还是管理 就是真打起来 就是他还就混好 对就是全都拆散 然后重新混 我升级了 然后像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坦克部队跟这个步兵部队 装甲跟步兵是分着的 但是呢 如果就是你们两个部队经常在一起打仗的话 有些协同 对就是他们待久了 直接有的时候涂装 两边都直接一样了 为方便 其实方便一些识别相关的 然后像你坦克识别的话 就特别像那个就是英国二战那种 一战那种感觉 就是直接在坦克车前面画那个红白条 或者什么条 特别有那个马特斯 他就是靠那个条的颜色组合来确定你是哪个中队 然后车上写号来确定你是中队那辆车 就是这么个事 简单粗暴 当然这个打仗的话 这个这么着看着挺傻的 对吧 是 所以说他这个打仗的话 一般呢 他不这么打 他是把这个东西呢 都给你拆散了 然后重新给你组合 组合成各种各样的战斗群 就是落到实处的时候 对战斗群 对 就比如说你有不坦协同的 或者你有纯坦克 纯步兵就专门那个啃东西的 还有步炮 这个是这样 在7亿的时候 不6亿的时候 FW出过一个规则 叫做帝国卫队装甲战斗群 是专门讲述了一个 以坦克为主要战斗力的战斗力 他的特色什么呢 他的指挥官和他的联机基本单位 全部都是坦克 他的辅助军团不是炮兵 是装甲步兵部队 是一群士兵带着维修工具 坐着维修车辆 给产被作为坦克补给 摩托化 对 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听起来就更实在一些 这是落到实处 所以大家仔细听完这个设定 知道是战锤40K的军队基础设定 其实是它的合理性的 确实 它是把它圆到很合理的 就像咱们刚才说了半天 这个又上校又上位的 但是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咱们没有说到将军 是 就是把很多战斗群凑一块 凑成一个大的集团军 这会儿才有将军作为 落到实处的集团军 才有将军 是的 这确实挺合理 迷之合理 是 就迷之务实 对 当然咱们又要说回来 指挥官还是 把大头怎么说呢 就是不太在乎他们的生命 他们就是货币 用来买胜利的 是 虽然咱们一直强调 他们是精锐 但是其实还是消耗性 对 叫生命使帝皇的货币 使用好大 没合 然后像这个 就是咱们军团的 除了军团之外 还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 你这一个星界军 其他部门的人 来你指挥组里看着 或者说直接就是 帝国其他部门的人 监管 对 都军 也不叫都军 有都军的可能 也有 有些人是顾问 有些人就真的是都军 像是炮兵 他专门有一个火炮观测 是跟着指挥组的 对 他是负责 就是这个 呼叫火炮轰炸 这个人不是军方吗 还是 他是军方 这个人是炮兵的人 炮兵人 然后同样的 海军也会有一个舰队联络员 就是穿一身蓝那个 对 跟着来 对 他是直接叫飞机 或者战舰轰炸 就是他来 对 他跟炮兵的功能 其实差不多 就是支援单位 对 只不过就是 开炮 动力不太一样 明白 对 然后还会有这个叫星语者 星语庭的 我们一起讲 这样有问题 星语者 穿一身绿袍子 他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 就是用预言 指导战斗 对 用预言来预知你战斗 玄学的部分到了 对 那就比如说 那边掩体 你觉得像有东西 然后你让那星语者帮你预言一下 是不是真有 他说有 对 或者说直接 他就说 那个方向要来人 你拿炮往那边站 对 就是这样 这么爽 这么牛逼 然后除了这个星语者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星语厅的人 比如说大灵灯者 还有那个灵灯战斗员 对 有点类似星际战士中 也有灵灯战士 但是这两个特殊 情况比较特殊 凡人灵灯者和智库完全不一样 智库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灵灯 并且是严格训练的 凡人灵灯者就是炸弹 凡人灵灯者也是经过训练的 但凡能在帝国上战场的灵灯者 都是经过高度培训的 但是凡人的精神 永远都是脆弱的 就是这些人 其实是很容易受干扰 虽然他们 这些人中的 那些佼佼者就变成大灵灯者 大灵灯者往往是很难 就大灵灯真的很厉害 但是小灵灯者 就怎么说呢 抽冷的一下就完了 可能会出问题 而且只要使用灵灯 就有概率出问题 对 所以小灵灯者 他们会 就是好几个灵灯者 组一个团 对 然后他们一起使用心灵的力量 就等于说 把大家拧成一股神 对 互相支持一下 对 就是你不够强 我也不够强 但是咱们两个家一起够强 对 是不是还得有人看着什么 一般负责看他们的人 就是其他的 勤解军士兵 这些士兵看他们 主要目的就是 一看一个人 突然开始着魔了 就一枪把他打死 对 像那个 像那个 勤解军那几个灵灯者 他们在规则里都有一个 都是为你好 就是政委可以直接 把他们崩了 对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点 就是说是被分配过来 看守这个 零能者的这些士兵 如果只是政委来看 政委本人是 一直非常坚定 他无所谓 但是如果分配 是要士兵来 士兵都是抓揪 谁倒霉 我不跟这帮怪胎待一块 肯定会这样 正好说到政委了 其实节目 我们应该说说 世纪控制 对 政委 这个得辟谣 一说政委 大家都想枪毙 这个法国独战队那套 对 其实这个不是 但凡有脑子的人都知道 你当着三四百号 激光枪 拿你那小激光枪 崩人是什么下场 所以他要用语言来煽动 就是他 比如说 他用各种方式来煽动 但是真的是 字面意义上的政委 做的是政工 没错 大家 这是英维游戏和各种传闻的 简单的机制的表现 大家把它给误会了 就说 政委我最喜欢的 还是什么呢 就是 在 战争黎明一里面 那个政委那句台词 Fear me but follow 太怕我 但是要跟随我 他的宣传方式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在模型上能看到 有政委拿着帝皇 就是那个叫 帝皇真言录 还是 反正拿一本 那个小书 然后高呼帝皇语录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政委就是 像非常诚恳的给他们讲 体绪 对 就是士兵 我现在和你们站在一起的 对 我没有死 就代表战况还没有不够激烈 对 如果有天我倒下了 我希望你们没有一个人会比我倒的 就会死在我前面 就代表你们应该冲在我最前面 就他用各种各样的台词 各种各样方式去 每个政委有自己的不同 并不仅仅只是用恐慌和高压去 对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政委会选择 用一些比较柔和的方式去 因为政委也是各种各样的 但所有的政委都有一个特点 他们的精神意志是极为坚定的 非常忠诚 对 就是这些政委在很多插块里 他们都是站在第一排 跟仙姐军站在一起 最强的战士同时也是 像政委他们有一帮同学 就是暴风兵 中四暴风兵 中四学院同时出政委和部队 他还出很多其他帝国的官员 像暴风兵 他就是你比如说你干不了政委 你精神什么的没那么厉害 但是你能打 然后就专门有这么一支部队 中四暴风兵 当然这帮人也比较受 就是军团的那些人歧视 你帮贵族老爷 还穿得跟玩具兵似的 就会这样看不起 对 其实他们的战斗力会非常强 他们不只说战斗力强 他们接受的精神意志上面训练 也比一般的Edge要强很多 装备也要好很多 明白 当然比较好就是暴风兵 他打完就走 不会说跟你待太久 对 他不是一种助手 是什么 对 他就是真正自便意见上的特种部队 是的 然后像还有一种东西 也是煽动 就是国教的牧师 既配政委也配牧师 对 这边是来时的 那边来时的 对 当然牧师 咱们刚才说了很多 你感觉星界军真实了 对吧 牧师这又给你拉回玄幻了 比如牧师念经 他可以直接煽动 星界军号战的灵魂 就是对 因为我们知道帝皇 现在是个亚空间生物 他其实 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 他其实是利用帝皇力量 就跟当时我们讲战斗兄弟 实际上国教 他们最终在影响实体宇宙的办法 都是依靠帝皇在亚空间的投影 这是巴异已经明确告诉的一件事 帝皇说他亚空间生物 这可能不太对 大家不要 我只刚开了玩笑 帝皇在亚空间 现在又投影了 他能够利用亚空间力量生的 活胜人就是这样 诅咒军团也是这样 包括著名的黑老师 就是骑士大哥 他也是这样 国教所有他们宣传帝皇 产生能力的这种东西 都是引导了帝皇在亚空中的投影 所以他其实是真的展现了神迹 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 一般来说牧师怎么跟士兵沟通 他可能仁爱一些 牧师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这些牧师都是扛着巨大的炼锯剑 是字面意义上的信教 非常狂热 全身都是各种国教装饰 拿着高举 就国教经文 不是那种修饰 不是修饰 他也是站在最前面 高喊着 就是赞颂帝国的身影 然后和新杰军市民一起充分的那种 他跟政委就是两个人说的 一个是这个军务相关的基地 那边是这个纯形式上的基地 对 但是牧师这样 并不是每一个艾志军团 都能够配发牧师的 就是我们刚才提的这几个特殊的东西 除了政委是一定要有的 其他几个都是要看情况的 因为这个配发 他有时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 更一样的军务调背 对 而牧师他实际上是属于国教的 他也不是AG的 AG不对 他是属于国教的 他是这样的一个极致 很微妙的一个地位 像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对人的 当然你也得对机 就是你得有人去搞机 对 修车 修车 就是像这个 公兵吗 不对 是机械教 专门机械修会 专门有人来 也要配发 对就是机械修会派一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科技神父过来 当然科技神父 他只是一个统称 像是你这个 就是你看那个战争黎明 那个他直接翻译的 叫那个机械主教 对吧 但其实这个是统称 他有各种各样的 像修车的这个 他叫这个就是隐情先知 对 他就是专门负责修车 安抚机魂 是 而且甚至有些大能 就是说你这车员都死了 然后他过去一修 那车的机魂 自己开着车跑 就动了 其实这样也是拆散了 分配给战斗群的 对 就是管理的时候 是的 火星那边管 对 火星管 不是 归机械教管 归机械管 好明白 真神奇 其实非常合理 能明显感觉到这种设计 有严重的信息传达冗余 但是明显是说你 你做百亿 你去控制百亿的人群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要明确卡死 对 然后其实刚刚政委那边还有一个段子 就是说政委这个机制在帝国 已经在帝国卫队是一个不能缺的机制 是 然后有些时候政委的宣传能力 甚至能够决定这场战斗是否关键节点 能不能胜利 然后这件事情被寿人看到了 然后寿人又不懂什么机制 然后他们就给很多削辅的军团的军官就戴一个政委帽子 就他觉得哇 这政委这也就是个反省 他能怎么让这把小子能变这么强 我戴帽子是我能让小子变强 当然不是了 不存在 但就是说这个事 你看为什么说很多人讲说 削辅军团 为什么老大佬要戴正伟帽 就是这个原因 太有意思 当然咱们还有亚人没有说 咱们刚才说的就是除了灵能者之外 大部分都是被人尊敬的 像亚人就被歧视了 刚才我们说了猫人猿人 像亚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 说你们是有罪的 你们是来赎罪的 有点类似那个叫什么 负罪 罪兵以后再说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编程 亚人就是生来 你就有错 他们生出来就是这个有问题的 所以他们要为 他们要加入清解军 要为帝皇服务来赎罪 是这样教育他们 对 就这么给他们洗脑的 像那个欧格林园人 极其高大 比星际战士都壮 但是他不能取代星际战士 他太笨了 像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保镖诺克会数到四 会写自己的名字 这个故事我看过 大家都很惊诧 他就是已经是最聪明的 他这样 猿人还比较特殊 就是 这还不是特别歧视猿人 因为猿人很靠谱 他们很忠诚 所以这些大哥除了笨一点 臭一点以外 没什么太大问题 鼠人因为太激凌要偷东西 所以就 而其他种族个人都说 特别原因要受影响 矮人比较特殊 太空矮人很特殊 我们今天不打算讲他 以后有机会把矮人转动 因为矮人有这么一个问题 他设定改了 前后设定不搭 突然设定又改了 就是NicroManda里面 矮人又出来了 所以在不停的变 设定又改回去了 大家就已经开始懵了 所以今天先不讲 对不讲了 所以整个这就是今天 IG的一个类似于综数的东西 包括装备 后卖分团 我们这期就是很详细的 让大家了解了 IG一旦动起来 是怎么动的 对 行 我们这期也是 讲了一个多小时 也不知道大家 其实跟之前的帝国武装力量 包括帝国的综数 有一个很好的相互补充 可能有些内容有重叠 大家听着 这次听着可能会熟悉一点 对 所以可能能有助于大家 更多的理解 这个帝国 这个虽然臃肿 但是很必要的 机制 机制 对 也感谢二位 以后我们接着讲 到时候接着讲 IG 请大家多多来看看 中神君在这个网站上